好,我們再來看一下,剛剛我們已經會踏入圖片附件 那有些時候呢,你希望說,我要做一個簡單的註解 因為我相信各位應該知道,簡報裡面適不適合放很多文字 不適合對不對,新字圖也是一樣啊 你可以做一些註解,但是這些文字呢,不見得要直接就呈現出來 所以如果你看我放那麼多的話,是不是有時候我的空間就變得比較小了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就是我就這樣子之後,我把多出來的,好,我就不要嘛 像這樣,然後呢你看,在上面也可以,按右鍵也可以,有沒有一個備註 你就可以在這裡打比較多的內容 那在備註裡面,你除了可以打文字外,其實也可以加入什麼,圖片喔 你看我在這邊,有沒有放出圖片,有 可是你們剛剛看這裡,好像沒有辦法插入圖片啊 沒有關係齁,你在這邊有一個,他一開始打開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你把它按到這裡,有沒有發現後面就多這個東西出來了 你就可以在這邊把圖片把它插進來,或者插入超連結 這樣了解了嗎?好,如果你的註解裡面要,比如說像我一般最常用的是什麼 那個網子很長啊,是那個有一些說明的,我就不要放到外面,我做參考就好了 好,那這樣子就可以用,那麼還有呢,欸你說要看電影 比如說,欸最近你們想看什麼電影? 好,講來聽聽沒關係啊,最近啊,照眠拍,欸那個會,那個不能罵人喔 P.I.那個念拍喔,你不要念,刻意 好,比如說這一個,欸,或者最近還有什麼電影? 蛤?什麼復仇者聯盟喔,還是什麼? 對啊,那個就是啊,對啊,好,假設你要這個的話 那,你是不是會找一些網路上相關的資料? 他也有官方網站喔,所以怎麼樣,我在這邊如果這樣一找 欸,少年拍的,相關的新聞,你看這裡 他的,他有官方網站喔,不知道在哪裡 我們直接打官方網站 好,這樣比較快,美國官方網站 從這裡也可以看過去,好 Yahoo的,欸,那這裡有一個超連結啦,對不對 你看,點過來,這個真的是他的官方網站喔 我就把它複製起來 可以看嗎? 蛤,可以,他上面有片段 嘿,來,你看,按右前,有沒有一個超連結? 欸,我就可以把它連結進來 這樣子的話呢,你在這裡點一下 他裡面也有瀏覽器喔 你看 他裡面有沒有打開瀏覽器? 不過這,這個他看起來有問題 這一個,這個不行 因為他用的技術不一樣喔 所以有點問題,好,那沒關係 我把這個先關掉 一般正常的網頁應該都是OK的啦 就是你可以點下去,那或者按右鍵 把它的超連結打開,把它貼過去都好 好,有沒有,他官方網站就是 有一個很大的影片 好,這個有興趣你再去看看 這都中文的喔 好,那 他還有音樂 好,這個我先關掉了 OK,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就把它超連結過去了,這樣你了解了嗎 那麼,有些時候你看 像我的新制圖 你有沒有發現我下面有好多這個東西 請問你們在用那個 一歲的時候,有沒有用過那個叫做 工作表 下面不是他有工作表嗎 嘿,一樣的概念 今天如果說你的東西比較多 每個人都想,每個人都想都不一樣 那或者你的資料很多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分頁 那不同的分頁呢,你就可以從這邊 插入增加頁面 好,你可以增加新的頁面 有沒有,是不是就出來了 這邊就多一個 你就可以在這邊繼續用 好,那你點檔下 就可以把它重新命名 那超連結怎麼做 如果我想要把它 好像我們在Word裡面啊 或者簡報裡面 我要把它連到這一頁來啊 怎麼辦呢 你可以點到它 你看喔,一樣是超連結 我們剛剛是直接連到網頁對不對 現在你可以選擇 我要連到哪一個主題 有沒有 我超連結的時候點下去 我可以連到這一頁或這一頁 等哪一個主題上 那這樣就可以讓它 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我們在新制度裡面 就可以跳來跳去 就會比較方便 這樣應該了解那個意思 所以從這邊 你看我做很多那些連結的 像這裡面 我就做這些連結 這個剛好沒有 這邊我把它拿掉了 好,沒有關係 像這樣去用 所以應該各位這樣在使用上 就會比較簡單 那剛剛這幾個都稍微講過了 這裡有一個自動編碼 什麼叫自動編碼 你看這兩個 我說有1跟2怎麼辦 自己打12 不用啦 握的裡面有沒有自動符號 有沒有 自動項目符號 你點到它之後 你看這個內容 往下 往下走一點編碼 看到了 ABC 還是要123 有沒有自動就進來了 所以當你有新的主題的時候 看一下 就有新的 這樣你了解了嗎 嗯 所以這樣應該大家就會 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了 基本認識 那等一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你用了新制度之後 可能會有幾個 常見的問題 我先把它歸納一下 給你做參考 好不好 請大家 請我 請你 請我 請我 請我